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赢回金诈大太子 木诈二太子 挪诈三太子 一起回到宜兰连池金社 途中还向祖谱天宫 松柏林寿天宫 竹山紫南宫跟南昆生戴天府等宫庙进香 宜兰赚为童安庙元帅会长 还建议林淑芬老师出动镇头及身教 热热闹闹地迎接三太子回到场安座 艺人王中皇也特别前来参加 太子宫主委许清彪也亲自接待 一起保佑地方风调雨顺 五股丰收 我是老师 还有这么多我们中团的信徒 我代表我们太子兼在这里沉沉 跟大家说一句感恩 谢谢 欢迎大家 今天很荣幸跟着我们的连池金社 我们的林老师 一起来到我们的台南新营的太子宫来进香 希望这个世界能够越来越好 大家能够和平相处 不要打来打去的 其实过年前连池金社 时尊就已经知道世界会发生战争 师尊指示要林淑芬老师台湾环岛一周 经常到各地跟庙宇结缘 带着信众一路参拜祈福 做好佛法修行的功课 希望带来无限祥和的力量 连池金社每天还有三个时段 举行线上共修 将修法功德用网络方式传给全世界 祈求幸福圆满 战争庭席 百姓平安 记者 陈文旭 萧朝全 李佳金 台南 宜兰连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